Good day You ready for coffee? Of course, please Thank you Hi,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出去做游龙度假了 这也是女儿给我买的第三份礼物 前两天我们就一直在准备出行的物品 我先生也把女儿给我买的游龙的票据打印了出来 放在了这里 可是昨天晚上怎么都找不到这个票据 我就说我先生根本就没有打印出来 我也从没见过这张纸 我先生楼上楼下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 只好打开电脑重新打了一份 过了一回我在整理小猫的物品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把我先生打印的票据和小猫的东西放在了一起 我一想坏了 刚才还发誓我没见过 我就赶快给我先生认错 心想他终于有理由批评我了 可是我先生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伸手把我拉过去 把我搂进他的怀里 并用双手抚摸着我的后背 好像是在安抚一个犯了错误并承认错误的小孩子 当时我真的是非常吃惊 也非常感动 没想到他的心胸是如此的豁达 也非常的包容 难怪他的父亲说他是最有资格做父亲的人 选择 我们先把吃开到女儿那 然后女儿再把我们送到游笼上 我先生做过这种游笼 他说登船的时间会很长 所以时间很紧迫 我们已经在这个游笼的入口 堵了半个多小时了 看见那个龙船终于进来了 好多的人 看见这些大游笼了 excuse me?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front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front okay which would be appreciated my name is Pete until I get to the wrong name my name is Pittsburgh I knew you took a quick security photo by any chance.Do you always wear those glasses? Yes.Alright. You better look at this. I don't even know what you guys. No we are not shipping it now. poles is what that looks like but obviously only one hundredth of the size 我们的房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离开船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 我们刚刚吃完了午餐 在甲板上转一转 来到顶楼了 4岁高层 少数小时多长 这一层是最大一层的 整个小时尚的建筑是一层的 最大层的建筑是一层的建筑 叫做双楼的 因为它是一层建筑 是一层建筑是一层建筑 由于一层建筑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